大家好,欢迎又来到北斗雍频道,今天是2022年2月8日第433集,我们今天的题材是两只每跳舞的大笨掌。 首先,在这里要多谢大家的关照,继续看我的视频,希望大家都会满意这一集的内容。 现在的广告有些多,有些长,希望大家容忍一下,当然希望你们继续去订阅,按一下小铃铛,或者和别人分享这条影片,看完之后给个like就最好了。 那么,北斗雍在这里就多谢大家,同时间祝贺大家身体健康,投资顺利。 我们在第432集的时候,就说,长和和长健如何选择呢? 有些读者就很有趣的,就传个message过来,就说,我三只都拥有,包括这只1113,即是长实集团。 其实是好事来的,因为这三间都是相当不错的。 我就没那么幸运啦,我1113就赚到钱了,但是我已经是放了的了,现在手头上只剩下长和和长健而已。 所以我现在就要想着怎样和他斗长命,看看怎样可以在他身上是赚得最多钱的。 上次也有说过,李泽巨虽然执掌了一号仔,但是内部仍然有霍建林帮他打点一切。 回到我们香港这个市场了。 今天有一只蓝筹股,就是弱业来的。 这间公司就不得了了。 我刚刚掌握这张图下来的时候,他就跌了接近三成的。 蓝筹股可以跌到这样的,真是不太会说的了。 不过大家就小心点,如果有买开内地的医药股的话, 今天也应该没什么运行的了。 就是因为这只医药股跌得这么厉害。 所以恒生指数一开波没多久,就已经跌了大概250点左右。 不过这个跌势好像还没完。 但是我就等不及收市了。 所以我现在先说好了。 但是回来,我们看看这个长和和长见, 在今天跌势方面,你看看多有势头。 不过他可不可以捱到收市呢? 就不知道。 但是现在有得升也算很不错的了。 尤其这一号仔也升了2%, 就算是很见得人的了。 至于未来的前景会怎样呢? 真是没人知道的。 只不过就是他就来派业绩了。 那么这个业绩呢? 今年来说,应该就没得差的了。 所以我们只能够展望未来, 看他可不可以做得好些。 至于我们今天要讲的什么题材呢? 就是两只大笨象, 哇,竟然懂得跳舞啊! 还跳到砰砰声啊! 所以我们今天就讲一下这两只大笨象。 大家梦寐以求的了。 因为有很多人都买了这两只大笨象, 等了很久很久, 终于现在开债了。 大家都应该要笑一笑的了。 恒生指数呢, 就半日市了。 即是现在, 正在休息了。 下半场就没开始了。 只不过呢, 其实跌幅呢, 都是比我想象中呢, 都还要厉害的。 那么现在呢, 就已经跌了是377点了。 那么我们所讲的这两只大笨象会跳舞呢? 第一只当然就是汇丰银行啦。 第二只就是来自中国的, 就是这个中国移动啦。 那么这两家公司又怎样跳舞呢? 那我们首先呢, 不如看回2021年的最后一季吧。 不如就是10月1日至年底嘛。 那汇丰银行呢, 那时候在10月1日的时候, 其实股价是$41都不够的。 那么去到年底的时候呢, 就已经升到上去$46.9。 那就是大概升到$14.53。 那其实已经很不错的。 只不过呢, 对我来说呢, 我就是觉得汇丰银行为何爬来爬去呢? 都是过不了$50的呢? 那非常之心的。 那另外呢, 这个中国移动也是的。 那当时呢, 它是在做$46.9毫半啦。 那么去到年底的时候呢, 反而还跌了些少。 那么呢, 那个回复率是负数的。 不过呢, 转进去这个2022年呢, 那势头又开始不同了啦。 那由1月1日到现在, 就是这个2月8日啦。 那汇丰银行呢, 已经升到呢, 是由$46.9升到$58.8。 那么呢, 在短短这两个月里面呢, 升到25%以上。 那么, 所有那些拿着汇丰银行的股东呢, 这次真是人人哭呢, 他真是肯定笑得出的啦。 因为呢, 实在是做得太漂亮啦。 那是我惨的啦。 因为呢, 我勤勤在$51.2卖出去, 原因就是刚才所说嘛, 他爬来爬去$50, 很难得才爬得过。 见到他过了, 算了, 就放了他啦。 不过, 现在这样升, 很多朋友都能赚到钱的。 那么我在这里再一次恭喜他们啦。 至于中国移动呢, 就是在这个2022年呢, 才开始发力的啦。 由原本的$46.8升到现在呢, 就是$55.55啦。 都挺帅的啦。 虽然没有汇丰那么好, 都在这个两个月里面呢, 都升了大概是超过18%的。 但是总括来说, 这两个大象, 哪个表现好些? 一看就知道啦, 汇丰银行好些嘛。 原因是什么? 原因当然是多的啦。 稍后我们慢慢再谈。 其实很多小投资者呢, 对汇丰真的不弃不离的。 亦都对汇丰生存这个寄望在这里的。 当然当然是希望他做得好啦。 看回这个盈利的表现图啦。 你看到2018年是最高的嘛, 赚到接近1千亿, 有987亿的。 但是跟着下去, 每年都是跌得非常之惨痛的。 好了, 所以去到2020年呢, 全年只赚到302亿。 而一家在香港的龙头大佬的银行呢, 赚这样的钱真的不是太好的。 相当之差。 但是没办法啦, 环境真是差嘛。 好, 所以我们就要看看, 2021年会不会好劲啊。 2021年呢, 我们是从死里爬出来的。 这个汇丰银行的确是做得挺英俊的。 尤其汇丰在上半年, 已经赚到565亿了。 即是说, 已经比上一年的全年都要好很多了。 即使下半年一个先都赚不到, 都已经是大跃进的了。 已经可以赚到很多钱了。 不过, 我们还有下半年的嘛。 其实2021年的下半年是不差的。 我们是最近才有这个疫情爆发的。 如果不是的话, 2021年的下半年应该是平稳过渡的。 既然可以平稳过渡的话, 所以我们也挺肯定的话, 就是2021年的业绩应该会漂亮爆镜的。 但是你说, 那漂亮到什么水平啊? 大家不要这么贪心啊。 我们想一想, 如果2021年的全年的业绩, 可以跟2017年比较, 2017年就大概赚到756亿。 如果可以赚到756亿的话, 已经是相当不错了。 如果可以好过这个数字的话, 那就更加喝得杯落啦。 不过大家要记住, 如果大家希望汇丰可以派回恒常的股息的话, 那你记住了, 其实汇丰之前这几年, 派发的特别股息, 派发的股息大概是每年需要有810亿元的。 那就是大概说, 如果他今年只赚到700多亿的话, 那你也不要希望他能够派得太多的股息了。 至少要超过810亿元左右, 那他才可以派回以前原本的股息。 所以大家今年, 即2021年就不要寄忘太多了。 那2022年的开始也不是那么好, 所以看上去, 好像是这一两年来, 都不能够期望他的派息回回以前的水平了。 不过大家有耐性慢慢等一等, 可能会有很好的结果出现也不奇怪。 至于中国移动, 如果我们看回这五年来的盈利表现, 其实是平稳的, 只不过一年高一点, 一年低一点, 但是差别也不会太多, 肯定每年都可以赚过千亿了。 如果你说最好, 就是回到2017年, 可以赚到1370亿了。 但是去到2020年, 其实是跌了一点, 去到只剩下1285亿了。 那我们只能够寄忘就是什么呢? 就是2021年会不会做得好一点呢? 那我给大家一个信息吧。 其实在2021年的上半年, 这个中国移动就赚到711亿。 那如果下半年都没什么大问题, 如果就这么说, 乘回2的话, 大概可以赚到1400亿。 那1400亿不是赚了很多吗? 不是的, 如果你计算那个%来计算的话, 大概都是增长到8%左右而已。 似乎不是特别漂亮的。 所以我们只可以这样寄忘, 2021年只有单位数的盈利增长, 这间公司是差不多了, 大家都没有期望过高, 不过它的派息肯定是好过汇丰。 它的恒常派息大约会动用大概700亿元左右。 如果今年来可以赚到1400亿的话, 其实它也是撕出一半的盈利拿出来派息而已。 但是, 同时间, 今年也是它回归了A股, 所以要花多点钱。 或者在这个派息方面, 可能会更加进取一些。 那就要看看董事局, 到时到后他如何报告给我们的小股东听。 如果是有好消息带出来的话, 这间公司的股价再爆升多一阵, 应该难度就不高了。 好, 我们来到这里, 不如看看汇丰的前景吧。 汇丰的前景, 这只狮子到底会不会再发威呢? 有几样要看清楚的。 第一样要看清楚的是, 这一次加息的原因是否因为我们的需求上升, 而因为经济太好而加息呢? 其实不是的。 是因为供应链的问题, 令到物价贵了。 所以这一次的加息可能会令到很多企业都会很失际。 汇丰是借钱给企业发展的嘛。 又借钱给普通市民消费, 去买楼等等的东西。 加息来说, 其实对他来说, 未必是好得了。 只不过就是, 现在说加息的话, 他真的可以收多些, 如果借贷的利息可以高些, 可以多些钱回来。 但是同时, 你都知道会影响生意的嘛。 所以大家要知道, 加息是会令到生意难做的。 甚至可能是坏账撥笔, 都会比以前多的。 原因就是因为有些公司, 其实他们现在都不是发展得很好, 因为供应链的问题嘛。 那你再加息, 令到他负担多些的话, 其实你就是踩多一脚, 让他快点死。 还有, 就是欧洲, 汇丰在欧洲也有很多生意做的嘛。 欧洲那边陷入战争的边缘, 都会带动一个反效果的。 所以, 这一间公司, 你说看得好的话, 亦都不可以因为就来加息, 而看得太过好。 至于我们香港的楼市, 大家都可以预期的。 第一次, 第二次, 不跟美国加息, 没问题。 但长远来说, 怎样都要跟了吧。 如果是不断地加息的话, 那楼市方面都可能会有隐忧的。 你都知道, 我们香港的楼市是全世界最高的嘛。 如果楼市是有跌, 不要说跌得多啦。 跌一两成的话, 都已经吓破胆啦。 所以这一件事, 大家要小心点啦。 有很多人都说, 汇丰银行不用怕的, 汇丰银行八年老字号, 烂船都有三斤钉。 对呀, 没错呀。 这一件事没说错, 但是, 三斤钉现在值不值钱呢? 现在要先想过先啦。 何况, 汇丰银行其实还有很多隐忧的。 包括了他在香港做生意, 左右都很难, 即是很为难的。 英国那边又不知怎样讨好他, 中国那边又不知怎样讨好他。 那么, 香港的生意是不是真的这么好做呢? 又不是嘛。 所以, 环顾所有整个经济, 或者整个香港, 或者整个环球经济, 汇丰银行是算稳定, 但是, 银食就越来越难了。 那你说, 喂, 汇丰会不会再建33元? 这个世界没有说什么是不可能的。 所以, 由33元爬得回来, 跌回来33元, 有什么那么出奇呢? 所以大家, 如果是他的忠实粉丝的话, 那就没得说啦。 如果不是的话, 看着价格, 看到价格的话, 可以走着一部分, 我觉得不是一个下策来的。 那么, 如果说到这个汇丰的前景, 那当然要说到这个中移动的前景啦。 中国移动其实是一些必需品来的, 就是在内地里面, 有谁会不用手机呀? 所以, 其实他的业务相对来说, 比汇丰更加稳定。 不过, 最近的股价上升, 我们也要想一下, 是什么带动它上升的? 究竟是玫瑰A股? 还是因为它快要公布的业绩期? 那些人贪他的利息? 或者是因为这个中移动, 它有一个很好的股息回报率, 所以令到它可以抗衡这个通胀。 是不是这些原因带动股价向上升呢? 大家真的要认真点想清楚。 正如我刚才所说, 其实它都是属于单位数的增长率而已。 你说它会爆炸性呢? 我又看不到它会有。 但是, 这个中移动贵围在内地的龙头大佬, 其实它做龙头都有很多麻烦的。 第一, 中国的国策会成为它的隐忧。 分分钟, 如果通胀得很厉害的话, 政府可能说, 喂, 你也要减一下费用, 让人们不要负担太多。 那这个政策就害了它。 另一方面就是, 中国本身的经济也未必那么好。 未必那么好的话, 会不会令到上台的数量, 会不会减少了呢? 接下来就是, 它还要投放很多在5G身上。 那些钱扔下去的话, 能不能返回本呢? 也是一个隐忧来的。 至于呢, 如果你看回这一幅图, 就是关于中移动每年的股价波动。 发觉有一件事挺有趣的, 我之前拍片也有说过, 就是每年的年仓, 都是令到这些股价会向上升一阵。 那就是说, 现在2022年, 现在的股价向上升和传统上都是类似的。 但是你记住, 传统上升完之后, 甚至公布完业绩之后, 那股价都是向下跌的。 那会不会再重复一次这样的情况呢? 还是今次会是特别例外, 会一直向上升上去呢? 那大家真的要用点心思去研究一下这一间公司的前景。 因为我对这间公司的前景其实就不是很熟悉的。 只不过看到他, 是贪他的股息是够好的。 我呢, 其实已经是卖了, 出售了这个中国移动了。 什么时候出售? 昨天而已, 就是在这个55.7的时候卖了它。 谁不知它还可以升, 不过不要紧, 因为我是四十几元买回来的。 我赚到我应该觉得合理的回报率的话, 那我已经很心满意足了。 拿回钱回来, 再看清楚一点, 看看还有没有其他应该要投资的东西。 那么就慢慢去投资吧。 钱放在自己身边, 始终都不会太过吃虧的。 各位, 我又发表了一篇新的文章。 今天, 这次的文章就是说的人物传奇里面, 就是说股神巴菲特。 其实他的投资眼光是非常独到的。 所以我就在文章上所说, 就是说如果长线投资的话, 就未必一定可以赚到大钱的。 最重要都是目光, 要远大, 要看得准确, 这样才可以的。 如果只是放在这里, 放在长时间的话, 就想赚到钱, 未必可以了。 你看TVB就知道了。 所以在这篇文章里面, 就会有几件事, 其实就是拿出来和大家说一下, 投资上的心得。 如果大家有兴趣的话, 希望可以来到这个网站那里看一看。 如果看完这篇文章的话, 麻烦各位帮忙按一按前后左右附近的广告, 这样就可以了。 我在这里也是要祝福各位 身体健康和投资顺利的。